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弹依然有效 两颗球都可以打 可以先打左侧敌弹 今天前两局的比赛 看到现在小涛应该是准备得非常充分 所以今天在我的直播间 你们球友们 你们是有眼福 那边赵公子发挥不好 但是今天小涛的手感是非常火热 这个局面还不错 散落的外面还有三颗红球 先吃掉 再找机会去带一下球队 黑球的左侧通道是开的 右侧是有红球遮挡 要尽快把右侧红球处理掉 这样黑球会更开放 现在就要解决右边这个红球 这样打下去 三比零也很快 严敏涛 他是叫球风严谨 不能说他磨叽 也不能说他慢 只不说考虑的会更仔细更全面 真正你去看他俯身趴下站位瞄准机球 是非常快的 而且果断 漂亮 这个球可以继续连接 严敏涛谁都不需要去学 他不需要去学塞尔比 更不需要去学奥莎利文 他只做自己就可以了 嗯 这单不理想了 这个红球顶薄了一点下来了 学有哥 嗯 去客房了哈 来到主卧就不要走了啊 现在这个小套今晚上状态非常好啊 大家都有眼福 嗯 我再插播一下啊 我们的重斗活动已经开始了 如果豆子不充足了 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转盘logo 分享直播间 抽银豆 那喜欢柴神解说的可以来我房间 26145963 26145963 点击一波订阅 那赛事期间呢 我争取每天都给大家来结束比赛啊 虽然防得不错 嗯 感谢朋友支持 严敏涛是2000年出生啊 他对手土豆哥是81年 大他整整19岁啊 好球 这个放手做的也很到位 赵新同是97年 丁的比赛要等一等啊 大家朋友们 丁的比赛要再等一等 这个球中带漏了啊 红球打了稍后 嗯 好球 那中间散落的球呢 分布的分布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外侧的红球都有单向 杰伯特只需要去 要几单细位啊 这个局面又开放了 没错啊 丁的比赛没那么快啊 感谢朋友们送的礼物啊 感谢支持 嗯 这左侧这些红球 那么现在应该找个机会啊 把粉球或者黑球归位啊 至少是先把黑球归位啊 嗯 想法是很好啊 想带一下球队 带正点的话 粉球是右侧底带可以下 那这球带薄了 所以白球是退回了多一些 嗯 刚刚有球友问 对手水平怎么样 毕马问 你是指杰伯特吗 杰伯特水平差的话 他不会出现在今晚的比赛啊 这是单赛季排名前16的 忍度在线啊 杰伯特漂亮 感谢朋友的订阅 感谢你们支持 杰伯特目前世界实时排名是第21位 嗯 昨天炯哥 海洛威尔逊啊 输给了罗伯逊啊 后面几盘我看了啊 两个人打的前面还是比较精彩的 各有破百 如果后面是在5比4的时候呢 罗伯逊通过一杆精准的 打3分可以4分的 打回了局面 完成了一杆清台啊 才赢下了比赛 那么海洛威尔逊呢 也是没有话说啊 如果说双方去到了5比5平啊 那么昨晚的比赛呢 还不知道谁会赢呢 嗯 好球 嗯 第二盘 第二盘的摔带啊 少显运气不佳 我看一下自己会不会受影响啊 不受影响的话 这个局面是有机会搬杆完成超分啊 看来还是有不少球友观看了凌晨三点的比赛啊 我是今天白天 看了一下回放 觉得瑞迅还是比较可惜啊 确实机会很多啊 没有抓住 嗯 现在要把黑球归位啊 这球偏执啊 低杆拉回一点点 叫红球的右侧底弹 这一看就是 这一看就是 萝卜的铁粉啊 Robson 6079 Robson 嗯 萝卜的出竿站位是 完全没话说啊 哈哈 杰伯特说着说着犯规了啊 朋友们 犯规了 他架干碰到了咖啡球啊 可以看达7分 并且白球的位置非常明显 凌晨三点钟 奥沙利文 对阵小特 特号会啊 再次上演 如果有时间朋友们可以 记得来观看比赛 这是真的是想送小涛迅速决胜 完结这个比赛吗 杰伯特很好机会啊 拱手相让 有点客气了 刚刚杰伯特一个架干的 打黑球的时候呢 碰到了一个咖啡球啊 被判罚7分 是要学有个 上一局一个摔袋球 这局一个非常低级的一个失误啊 再次把球权交给了小涛 怎么这一单 这单应该是 嗯 这样粉球的话是不是把这个红球 就进球位给遮挡住了 滴杆不够啊 丁主任没有参加啊 丁主任没有参加这项比赛 没有资格参加 这是正赛啊 球员锦标赛的第一轮比赛 十六进八 总共参赛人数十六人 单赛季排名前十六的选手 这个球是翻带还是薄中带进攻啊 右侧底带 打薄了啊 这个球 果然是进攻啊 塞尔比也是没有资格 所以说这项比赛 谁输谁赢啊 都是非常正常的 球员们 即便是今晚 嗯 小童啊 对对霍金斯那场输掉比赛 也是正常的啊 这个没有必要去做评论 因为霍金斯呢 在这个赛季表现 虽然没有很耀眼的成绩 但是依然的稳定啊 好球 这样的话这局 嗯 杰伯特还落后二十二分啊 三颗红球肯定是要吃掉啊 彩球点位分布还比较理想 看一下杰伯特 能不能完成超分 啊赵公子拿下了一局是吧 一比二呢 这个比赛就好打多了 如果说是三比零的话 赵公子就会有压力啊 确实啊 好多朋友们在下面问啊 这个比赛是什么比赛 什么资格才能参加啊 为什么丁静魂没有啊 什么时候出场啊 知道的球员 可以在弹幕里面帮忙回复一下啊 主播还是把精力啊 看在用的比赛上啊 给大家一起来看球 嗯 这个局面确实危险啊 比赛点回来一点 好球 这个不存在淘不淘汰啊 丁静魂是没有资格 他前两天打的是土耳其大师赛的资格赛 并且拿下了比赛啊 嗯 那么可以顺利的在3月7号的时候啊 去土耳其参加土耳其大师赛的正赛 这个是排名赛啊 嗯 依然到位啊 这个球叫得非常近啊 非常近 非常舒服 那么篮球角度也非常合适啊 这球稍微蹬过来一点点啊 做一个做到黄球的话 就是一个基本操作的局面了 看一下土耳其是否能有低级失误啊 再次让小涛抓住 和这种基本青彩的局面呢 想指望只有选手失误啊 非常难 说过了啊 这个是排名赛 嗯 这样的话小涛应该是输掉了啊 那这样的话来他的2比1 和戈壁多是一样的比分呢 嗯 打击即可超分 连敏桃这局也是有机会啊 有两杆非常好机会 第一杆是没有配好球队啊 第二杆是左边的中带拼得太凶了 远也是没有叫到球 如果说按照他稳定的球锋 那一杆去做干防守的话 这对于输的这么轻松 土耳其 土耳其的不掉警票赛 叫大师赛 是3月7号到3月13号 在土耳其那边开打 土耳其的正赛届时 会有64名球员参赛 在土耳其的南海岸的最大城市 安塔利亚进行 威尔士公开赛会有资格赛 到时候一定会回答 好 百球间隙啊 朋友们 看我们直播画面的左上方位置啊 严敏涛13是他的实时世界排名 吉尔伯特21是他的世界排名 并不是单赛级排名 这个问题已经讲过几次啊 那先进来直播间朋友们再重申一下 然后财神斯莫克是我的直播间的房间名 我的房间号是26145963 26145963 喜欢财神解说斯莫克的 可以进到我的房间 给主播点击一波订阅啊 感谢你们的支持 中国比赛肯定没有啊 疫情中国没有举办赛事 嗯 有你真好说的盾啊 土耳其大日赛是3月7号开打 打到3月13号 嗯 这个球防的不错啊 力道不够 那这样的话小涛会进攻啊 右下角抵带啊 控制一下干法避开黑球啊 嗯 他薄了 位是公开赛的资格赛是在2月15号到20号 是他的资格赛时间 那他正赛是到28号 2月28号到3月6号 是位是公开赛的正赛 五塞尔比确实没有进入这个赛季的前十六啊 状态比较低迷啊 那么看小涛这台防守啊 让土豆哥在摇头啊 线路遮挡 母球接近库边啊 非常难受 出问题了啊 再一次白球落袋 塞尔比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名了 排名第一 胡老师排名第二 小特第三 这个球是看似的机会啊 实则想把它打进还是有难度的啊 嗯 毕马温找到我了是吧 对 这才是我的直播间啊 感谢订阅 漂亮 挺 好球啊 这个球的干法力道控制的恰的好处啊 小涛今天说明非常在线啊 单赛季排名第一肯定是赵心桶啊 两大赛冠军啊 单赛季一个英零赛冠军 一个刚刚结束的德国大师赛冠军 排名量都非常高 那朋友们不要给球员乱起名字啊 嗯 像这套比赛都是 市台连 组委会这边抽签啊 小特对火箭呢 这也是抽签决定的啊 点针三点钟朋友们 万众瞩目啊 虽然最近两个人状态都不是太好 但是两个人 对战起来 说不定会打出一些出其不意的啊 一些流畅度 小特目前还没有在排名赛当中完成过147啊 相反 相反是基尔伯特 打出过两杆147 嗯 朋友们说的对啊 这个是 是从第一对第16啊 这样来的啊 我刚口误 排名决定了 对啊 不好意思 点一下好球 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啊 感谢新朋友的订阅 谢谢你们支持 有知道隔壁桌笔分的可以报一下啊 我这院没有看 还是比较关心小童那边 啊 霍金斯又拿下一局是吧 霍师傅今天状态在线 小芬是谁领线啊 小芬是霍师傅还是小童呢 感谢威强送的灯笼如一集 感谢 感谢兄弟 谢谢太子路孟奇的订阅 感谢朋友支持 霍师傅马上又要赢了是吗 哦 超分了 那战话3比1了 这边小桃也马上3比1啊 这边小桃也马上3比1啊 球队暂时不需要处理啊 稳稳的再打两桃 凌晨3点钟啊 火鹅老师对阵小特尔 大家有时间呢 可以过来观看比赛 好球 这个球 差一点点啊 打得薄了一些 可以清顶一下球队了 打厚了 刚刚那红球是打厚了 我们现在又没有很好机会了 小桃是 没必要这么拼吧 毕竟自己已经65分在手了 嗯 这个驾驶是要往里面打呀 漂亮 今天非常自信 非常自信 好球 嗯 今天特别准啊 远台稳定性非常好 我们还是期待这个比赛继续顿过选手夺冠的 如果两个人都进下轮的话 也是要对上啊 也是要对上 总有一个人会提前离开比赛 这一种 只不见左上角的这个排名是它的十时的世界排名呢 是他的世界排名 嗯,这个球打薄了 但是,不要紧,已经完成超分 是的,上星国,今天小涛非常稳定 第一局单杆100分,青台直升 第二局又是一个单杆80几分 这局已经完成了超分 看一下蒂尔伯特 谢谢朋友的订阅,感谢支持 嗯,这个力道依然控制不错 继续讲条黑 好球,小都是个青带啊 那这样的话,这个红球解放了 嗯,这个力道依然控制不错 这个局面是不能大意的 完全有逆转的可能性啊 青台你来了 赵新桐那边是目前1比3 落后霍金斯 嗯,角度不好 绕台继续较高分 最好是能较到7分啊 选择打粉 还是打黑 做1分是1分啊 那么现在就要做斯莫克了啊 利用这个红球去争取 给自己拿一个自由球机会啊 是最好的 这个全锦标赛的冠军奖金是12万5千英镑啊 亿亚军5万英镑 奖军还是比较诱人的 红包大赛 只要参加 有资格参加的话 第一轮就有奖金 第一轮是1万英镑 第二轮15000英镑 第三轮3万英镑 嗯,说着说着就来了 这盘斯诺克是做到了 这个球可以扎干了 还是解库 扎干会好一点啊 嗯,有运气吗 哇,今天运气完全站在小涛这边啊 前两盘也是 吉尔伯特、土豆哥 连续送机会 那么顺利拿下这一盘啊 比分来到3比1啊 我们进入工厂休息 嗯,感谢海门兄的火羊 有才有菜 谢谢你们的支持 嗯,再次准下调的黑球啊 哦,这个白球稍稍接近库边啊 那么,小涛现在需要激动精神 把这个黑球打进才行 没问题啊,漂亮 需要用一盘架杆 彤彤超分了是吧 漂亮漂亮 那就是2比3啊 2比3这个比赛就有点意思了啊 前两盘估计是有点梦游啊 现在彤彤醒了 霍金斯就很难办了 欢迎新进来直播间朋友 嗯,好球 角度合适啊 这个球 索性就直接 来带一下吧 嗯,球不错啊 这个粉球顶得很正啊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遮挡啊 左侧的抵达还有没有 最左边靠近 洞口的肯定是有下啊 我们看一下,如果这颗 第二颗是有下的话 那会更容易一些 球员旁边的数字是他的,目前的世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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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涛是在和裁判员做交流吗 嗯,估计是刚刚进场啊 他们也是回来 可能有些观众回来比较晚啊 小涛刚刚是在座位上做的啊 单赛季 单赛季,杨敏涛是排在第7位啊 基尔伯特是排在第6位 所以两个人在这场比赛当中相遇啊 嗯,还是有,有些球迷啊 不太清楚我们这次比赛的参赛资格啊 那有知道呢,可以在我们弹幕区啊,打一些 告诉一下 赵兴同单赛季排名第一 球员锦胶赛啊,这个红包大赛的 并不是抽签啊,他是按照排名啊 第一名和第16名打 那么自然而然,第6和第7打 看到了,这个角度也非常舒服啊 嗯,单赛季排名第二名是卢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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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涛已经38分在手啊 嗯,不好意思啊,刚才口误 如果说这两个人都赢的话 那么下一场对战就是两位中国选手啊 再次得比之战,小涛对阵小童 再次得比之战,小涛对阵小童 好酷啊 再走 嗯,好球 右侧底带这个位置叫的非常理想啊 应该是中间这一刻啊 是有单向 身体稍显够啊 还是要小心 上面这个球也有 刚刚一直在观场 看看小套能不能打出 本场比赛的第二杆破板 好球 明正说的对 上次的比赛决赛并不好看 还没有超分 领先62台面还有很多 还有7颗红酒 帅性 统统上手又断了 可惜啊 这边马上4-1了 好球 已经超分了 小朋友们 眼线69 盘面67分 嗯 依然有下了 那这样的话就奔着破板去了啊 其他都不需要想 现在想任何一个运动员想翻小涛的弹板球啊是比较难的 目前我们看到比较多的都是小涛在翻别人的盘啊 欢迎新进来这边的朋友啊大家注意看啊感觉小涛又要破百了啊今天第二杆破百马上来了 嗯那个YY你是指上次的冠中冠是吗跟西金斯打了一场一个知名的粉球十五啊送了西金斯进入冠中冠的决赛 嗯 弹杆来了九十五 再打一套啊 即将过百 朋友们 啊对 冠军联赛那个是吗 冠军联赛是个西金斯很可惜啊 我没有看 漂亮 恭喜 掌声 小涛再一次破百 小涛的话比分 4比1啊 有时明显 冠冠联赛的冠军是西金斯 真正啊 又过百了朋友们啊 而且持续还在轻彩 这是一个大号破百 对目前是炯哥的单杆最高啊 炯哥赢成的比赛 单杆141 这的话清完是来到135分啊 依然不是这场比赛最高分啊 炯哥03点打了一杆141分 嗯 嗯 这个球 往里面打吗 继续打 真准啊 朋友们 真准啊 单杆135分啊 第一局呢是单杆100分 那么现在已经来了两杆破百啊 手感火热啊 朋友们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 没有给主播点击订阅的 谢谢给主播点击一下订阅 谢谢你们支持 在我们虎牙斯诺克副舞台观看比赛的朋友们呢 记得来到柴神斯诺克直播间啊 我的直播间房号是26145963 或者直接是我的房间名称 柴神斯诺克 这样的话以后就不会错过我的直播比赛 解说 嗯 炒大事啊 小涛今天手感真的好 围球围的好 又有长排 防守也到位啊 嗯 爱喝牛奶的 韩 那看吧 你可以去WST官网啊 世界上的客观方网站 那个是最准确的 好 新一轮的中斗呢 已经开启了 豆子不充足的呢 朋友们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撞盘logo啊 分享直播间抽银豆 喜欢财神解说的可以来我房间 26145963点一本订阅啊 那么赛事期间呢 我都会每天给大家来解说比赛 那并不是说每次都会在副舞台 或者直舞台上面给大家做解说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我的房间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我的解说 感谢朋友们支持 上次 赵新通和杨敏涛是赵新通大胜啊 9比0 准啊 这个球 黑球调到晚 这个局面分布让大家会不会有一点想法 这黑球位置也好啊 如果说能打147的话 将是杰伯特决生牙第三杆147 哎呀 哈哈 这个怪我 怪主播 主播刚刚拿了一下 又给断了 只完成了一个1 嗯 再次啊 讲的话小涛有机会 直接把比赛带到赛点 刚刚呢远台推进叫到黑球是非常漂亮啊 但是这个黑球失误也是有点莫名 排名赛当中见过杰伯特打过两干要是起啊 统统又反超了吗 是不是有机会来到3比3啊 嗯 嗯 掌声很大很激烈啊 统统统 打得好啊 漂亮 这个带得非常漂亮 这个低竿 球又很透啊 带到球堆 母球依然又旋转 霍师傅自己斯诺课法了20分是吗 自己做了自己啊 哎呦 可怜的霍师傅 霍师傅的名场面的 虽然没有看直播 但是我能想象到他那个表情啊 毕竟霍师傅当了无数啊 好的威运动员的背景板啊 表情 让人心疼 这干没有叫好 需要拼一干大角度右侧底带 也不算很大啊 嗯 排球和目标球接近平行啊 需要准一干 没问题 放大劲的啊 有点惊险 嗯 看一下跑酷 只要避开上方的低分值彩球啊 回来就是好球 左右红球都会连续进攻 准备回点位了 外侧还有四个红球可以打 中间球队找机会再轻轻带一下 那么这一局呢还是有望啊 依然有望冲击过百 取富婆特可乐 这个是2022年的斯诺克球员锦标赛啊 第一轮比赛 目前是 有几套对阵 这是普特的 嗯直接带嘛 没有带出效果啊 要清理一下排球啊 2比4啊 2比4啊 哎呦 不过还没有到赛点 没有到赛点的话 彤彤一按机会啊 我们相信他啊 可以逆转 还是要给彤彤打打气啊 土耳其大师赛 刚刚打完四个赛 他的正赛要等到3月7号 在土耳其进行 再准备干调整回来 没问题啊 这个连杆已经调整了两杆了 没有丁的比赛啊 丁主任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圈锦标赛 嗯 嗯加个微笑 但是白球 没有过去啊 蹭了一下红球 那进攻的话 再需要准备干篮球啊 球员锦标赛参赛资格是在单赛级排名前16的选手 才有资格参加 依然有下 已经调整了 是目前为止的第三杆了 爱吃土豆啊 是吧 给他加油 第三杆啊 依然没有调到 又是一个大角度 不要这样说 丁主任啊 比尔伯特是世界目前实时排名21位啊 但是单赛级排名是在前16 这个要很小心啊 哎哟 大家不知道看清了没有啊 这个非常巧妙啊 这打了一个三个红球的组合球啊 非常漂亮啊 球队也带散了 那这样的话真的可以追究一下破牌了 因为他刚刚这个球形观察的非常仔细啊 我们都没有去注意到啊 还是想着进攻还是防守的事 嗯 是三颗红球的组合啊 调整了几干终于回来了 打黑球 漂亮 嗯 还是啊 还是要先稳稳超分啊 我们再追求单杆破百 那么导播 趁着这个镜头机会呢 我们也看到 吉尔伯特啊 在低着头 嗯 心里也只能 默默祈祷啊 但是这样的局面呢 面对的是今天手感火热的小涛 想让他失误呢 也很难 有回应吗 朋友们 感谢朋友的订阅啊 好 我这边稍微调整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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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黄打绿 这盘球是调整的几干了 强行过百啊小涛 今天的状态太硬朗了啊 准备掌声 准备掌声 漂亮 把东西打开了 再次破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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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了 你们现在再听一下 这边主播讲话还有没有回应呢 刚刚调整一下 局限休息已经过了啊 现在还是有回应吗 我多讲两句你们听一下啊 嗯 有时候有有的没有啊 是比赛的回应是吗 那应该不是我这边直播间的问题啊 可能是前方信号啊 嗯 接着一下这一张很准 哎呀 你们 你们这个阵势啊 我刚刚都调整了半天啊 如果没有回应的话 我就不用去弄了啊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回看比赛 手握五个赛点的 好 你们头 对对 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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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土豆状态还是可以的 两个运气球非常不好 两个摔战呢 直接送给小涛 两敌的一个胜利 嗯 嗯 嗯 这边球台的灯光和一号台 还是有差别啊 差别很大 包括这个裁判员爆分的这个声音啊 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嗯 这个球很巧妙啊 看起来跳了 黑球的左边通道打开 幻风兄这个两边跑啊 也挺辛苦啊 我看你一会在这边一会去那边 嗯 这球角度稍大啊 看一下土豆 能保镜 没问题啊 是的 是的 刚刚忘记提醒大家了 现在必然呢 可以去 预测 然后这局是会赢的 用众多的形式来告诉大家 现在没有回音 也没有电流什么 朋友们 嗯 这一张K的相当漂亮 这样的话 红球全部解放 没有开混响啊 这个红球的分布就是平时练球啊 想让它断也不容易 小白菜 是的 这局小涛基本上不会起来了 谢谢番茄炒蛋的订阅 感谢朋友 今天直播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有的时候有回音 有的时候有电流声 有的时候没有问题 好 好了好了 那主播不理会啊 咱们还是安心看球 这么黄金的时间啊 这么精彩的比赛 我们不要错过 那可能是裁判的那个麦克风啊 那个麦克风啊 那个麦克风有些问题 我这边是一切正常的 漂亮啊 担干61分啊 打进篮球并不超分 还需要一套红球啊 嗯 如果这局啊 杰伯特再完成一单单干过百 这个比赛真的是很精彩啊 比较高质量 谢谢土豆的虎粮 感谢啊 朋友们手里面有一些礼物啊 免费礼物啊 或者说一些充值礼物啊 还有的可以给主播支持一下啊 没有给主播点击订阅的呢 一定要记得点播订阅 那我的直播间是柴神斯诺克啊 或者直接搜房间号 26145963 就可以直接来到我直播间 有的人是在我们 虎牙斯诺克的副舞台啊 并不是我的直播间 说着说着 这点打进就90了 90分啊 两套红球打 哎哟 哎呀 当时那时候发行自己的特派三次了 这个就断了